公元前196年下 就在代国国相晨曦的叛乱平定不久 梁王彭越就被人告发谋反 不过刘邦倒是没有对彭越赶尽杀绝 只是将他贬为庶人流放四川 让人想不到的是 并没有多久彭越又第二次被人告发谋反 不但被遗三足丢了性命 尸体还被制成肉酱赐给所有诸侯以警效用 既然刘邦已经计划放彭越一马 彭越为何还受到如此残酷的刑罚 彭越真的谋反了吗 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让刘邦由不满到猜忌 谁又是杀死彭越的真凶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将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平削帆第一部刘邦剪除异性网 第十六集彭越惨死遭灭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上次讲到 刘邦为了抵御匈奴监控赵国 任命自己非常倚重的大 陈西为代相 统领赵代两国的军队 可是没想到陈西却在汉十年的九月 是军队 他不但控制了代国自立为王 而且还想攻占赵国 刘邦是紧急赶赴赵国首都邯郸 以稳定局势 因为这个陈西统领赵代两国的军队 这实力就比较强 而刘邦当时呢 他的手下是缺兵少将 难以抗衡啊 因此上呢 他发玉席向燕 齐梁三个诸侯国呢 征兵 这个玉席啊 是传递军情最高级别的温数 可见当时这个形势是多么的紧迫 接到遇袭之后啊 燕王卢婉 齐相曹参都紧急率兵 赶赴前线 可是梁王彭越却没有来 史书就记载 说是梁王称兵 是将将兵以邯郸 这个梁王说他有病 只是派了个将军 领兵到了邯郸 刘邦急需用人之计啊 你老彭却是这种态度 你想想 这刘邦会是个什么反应啊 他是当即大怒 派出专使斥责彭越 在这件事上 刘邦是绝对给彭越 会狠狠地记上一笔账 那么刘邦为什么会生这么大气 这个原因呢 我们推测 当然首先是因为 陈锡兵强马壮 攻势林立 这邯郸呢 形势危机 另外一个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刘邦担心匈奴介入 这白灯之围的阴影 太深了 刘邦是想都不敢想的 因此上 他心里边太迫切了 他想集中所有的力量 快刀斩乱马汗 尽快解决这个陈锡的问题 不给匈奴机会 这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刘邦呢 希望这些诸佛王 特别是像彭越这样的异性诸佛王 能够真正的为他尽忠 虽然御习只是征兵 但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刘邦作为当朝皇帝都亲临前线了 你做臣子的一个诸佛王 有什么理由不亲自领兵前来呢 你这种做法 就是公然藐视当朝皇帝的权威 你现在封了王了 有了地盘了 就把我这皇帝不放在眼里了 可是你也不想想 你的这个王位是怎么来的 说到这儿啊 我们还真是有必要回顾一下 彭越的这个梁王是怎么来的 书书记在说 彭越呢 是昌义人 就是咱们现在山东的巨野人 他呢 靠在附近的湖泊打鱼为生 这有时候呢 也兼做一些抢劫的勾当 期末战乱的时候啊 彭越在家乡就拉起了一杆子人马 这个彭越呢 虽然此后呢 一直从事反亲斗争 但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项羽的军事行动 因此上啊 项羽在战后主持分封的时候 没有给他任何的封场 这个时候呢 彭越已经势力很大了 大约呢 有一万多人嘛 可是项羽呢 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分封可是战后分蛋糕啊 作为地方实力派 彭越是连个渣都没分上啊 他能高兴啊 于是 彭越就和同样不满项羽的齐国丞相田儒呢 联合起来 起兵反叛 这个情况啊 就引起了刘邦的注意 刘邦立即派人给彭越送去了将军大印 让他攻打楚国 以侧应自己东出的计划 从此呢 这个彭越就和项羽磕上了 刘邦率领诸侯联军攻打彭城的时候 彭越呢 也率领自己的军队加入 这个呢 应该算是彭越正式投靠了刘邦 当时 虽然彭越攻占了魏国的大片区域 但是 因为魏王豹还在 刘邦呢 只能拜彭越为魏相国 没有封王 就在刘邦 彭城大败之后 项羽重新控制了东部地区 彭越呢 只好逃到了黄河边上 先避避风头再说 我们注意啊 当时刘邦惨败 退到了形阳 连魏王豹都辗转去形阳与刘邦会合 可是个彭越呢 却始终没有去 从这儿啊 我们就能看出 彭越的独立性呢 其实很强 他有自己的打算 就像墙头草一样 多少呢 有那么一点点政治投机的心理 这一点呢 我们相信 刘邦应该比我们还清楚 一阵营到刘邦阵营 彭越虽然表面上投靠了刘邦 但从他的做法来看 彭越是有投机心理的 楚汉战争期间 彭越在项羽背后的不断骚扰袭击 让项羽首尾不能相顾 客观上支援了刘邦 可当公元前202年冬天 刘邦出现有力战机 约他一起围攻项羽时 彭越最终却没有出现 导致刘邦打败 这是彭越第一次放刘邦鸽子 而且问题很严重 那么彭越为什么会这么做 刘邦又为何没与彭越翻脸 反而承诺给他封王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将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庭削帆第一部 刘邦剪除异性亡 第16集 彭越惨死 遭灭族 楚汉行阳对峙的时候 项羽把主力全压在了前线 后方空虚了 彭越趁机又出来活动了 他在项羽的后方就打起了游击战 经常打劫储君的粮草 给项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从而侧应了刘邦的正面战场 汉四年 彭越动静还越闹越大了 他甚至攻下了现在河南商丘一带的十多座县城 这个项羽实在是忍无可忍 只好亲率兵马 挥石倾脚 没想到人家彭越根本不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势 他的原则是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我就跑 项羽一来 他一溜烟的就跑到了古城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市一带 项羽这儿呢 他还要对付刘邦呢 一看彭越跑得没影了 也顾不上追他了 就又回到了新阳前线 可是呢 等项羽这一走啊 这彭越呢又冒出来 而且呢 还很嚣张 连续攻占了昌邑周围的二十多座城市 还抢了储君十多万壶的粮食 这十多万壶啊 可是不牢少 有一百三十多万公斤呢 抢的粮食多呢 吃不完 他还把一部分支援留包 项羽呢 是贵族出身的 他讲一起 守规矩 打仗呢 讲究的是双方队列 针刀石枪的明着干 像彭越这种近乎流氓无赖的打法 他哪受得了啊 这流氓这边倒是挺高兴啊 彭越在储君后方捣乱 无疑是大大减轻了刘邦行阳正面战场的压力 使得他得以喘息 我们估计啊 当时刘邦应该是爱死彭越了 觉得他这样折腾项羽 那绝对是自己的铁杆兄弟啊 汉五年的冬天 刘邦率领汉军主力 追击项羽 到了杨家 就是咱们现在河南的泰康一带 打算再次呢 与项羽决战 他提前就与彭越 韩信约定三方会师固领 围艰储君 可是彭越却回信说 魏国刚刚打下来 士兵们都很害怕储君呢 现在出兵显然不合适 果然到了约定的时间 这彭越和韩信都没有来 这是刘邦的孤军出击 结果是被项羽打败 这个时候啊 我们相信 刘邦心里边 可能又会恨死 韩信和彭越 绝对在心里 给他们记了一笔账 这是彭越第一次 放刘邦鸽子 而且呢 后果很严重 那么刘邦会与彭越 就此翻脸吗 不会 因为当时最主要的敌人 项羽还活着呢 刘邦呢 还得指望他和韩信 一起来对付项羽 他只好啊 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他就问及与谋士张良 张良就说 韩信被立为齐网 并非出自您的本意 韩信自己呢 也觉着不踏实 梁国呢 本来就是彭越打下来的 他的功劳啊 最大 以前呢 因为有魏王豹 你只是给彭越 封了魏向国的仙儿 现在魏王豹死了 也没有留下后代 这彭越呢 就很想当这个魏王 可是你却迟迟不定这个事 他们的心里边啊 肯定会不高兴的 这刘邦是个明白人啊 他听张良这么一说 直到问题所在了 他立即就派出使者 按照张良的建议 正是给这两位军事实力派 划定了地盘 这一招啊 果然奏效 这彭越和韩信两个人呢 立马带着自己的大队人嘛 就来了 他们和刘邦呢 就会师盖下 最终呢 一举打败了项目 这就是彭越封王的来历 刘邦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但是呢 又不得不封 这刘邦心里边 应该是很不痛快的 汉武年正月 刘邦在泛水之阳 登基称帝 彭越呢 也是劝禁的诸皇之一啊 这个时候呢 刘邦就正式封他为梁王了 彭越被封为梁王的头几年 他和刘邦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还过得去 彭越也表现得小心谨慎 极尽藩王的礼数 可当代相晨曦叛乱 刘邦率军评判 并希望彭越亲自带兵支援时 彭越却告病没有前来 彭越为什么没有出现 他是真的生病了 还是另有隐情 这一次是否为日后二人关系恶化 埋下了伏笔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将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庭削帆第一部 刘邦剪除异性王 第十六集 彭越惨死 遭灭族 根据史书记载啊 说汉六年 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 为尤云梦 抓捕韩信的时候 曾经诏令 诸贺王在陈县 就是咱们现在河南的淮阳 朝进皇帝 这个彭越呢 也去了 我们估计啊 他当时啊 很可能亲眼看到了 韩信被抓捕的场面 应该对他震动不小 因此啊 他后来啊 可能就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们从史书记载的情况来看 他在汉九年 十年的岁数 连续两次来长安朝建皇帝 极尽藩王的礼数 这刘邦的父亲 太上皇病逝的时候 彭越呢 还亲自赶来送葬 这段时间呢 应该是刘邦和彭越君臣的蜜月期 可是仅仅一个多月之后 陈锡反叛 刘邦向梁国征兵 这征兵呢 当时只是一个名头 刘邦在那个时候 不仅缺兵 更是少将 因此上呢 刘邦其实是希望 彭越能亲临前线 与他并肩作战 因为当时大家公认的汉兴 一线名将 就是韩信 彭越 英部 这个时候呢 韩信已经因为谋反 被将侯软禁了 显然不可能再随 刘邦出征了 而英部呢 又远在淮南 这远水解不了 尽渴 跟前的就剩下彭越了 如果彭越能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前线 无疑会对叛军的形成一种威慑 可见 刘邦对彭越是寄予厚望的 可是 这个彭越却没有来 这等于啊 彭越第二次放了刘邦的鸽子 你说这刘邦怎么能不生气呢 那么 彭越究竟为什么没有来呢 他是真兵了 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推测啊 彭越把御席征兵这个事 看简单了 他可能这样想 皇帝只是向梁国征兵 并没有明令让我去啊 我给你派个将领 带着人马去邯郸前线就是了 这个时候啊 早已习惯了锦衣玉石的 诸侯王生活的彭越啊 可能已经不习惯冒事时 握冰雪的军旅生涯了 因此上 他推脱身体有病 就没有亲父寒胆 另外呢 我们也不能排除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彭越确实身体不太好 不便出征打仗 后来 梁国大臣鸾部 为彭越辩解的时候也提到 说今帝征兵于梁 彭王并不行 这样看来啊 彭越可能真的是因为身体有病 不能亲父前线 可是刘邦这儿却不管这些 实际就记载说 高地怒 使人让梁王 就说 刘邦当时是大怒 派人斥责梁王 你想想啊 皇帝派出专使不为别的 就为骂你一顿 这可真是龙颜大怒 彭越这会儿呢 害怕了 他想亲自去见刘邦谢罪 他的手下呢 有个大将叫护哲 这个护哲呢 却劝他说 这你一开始不去啊 现在被骂了才去 你去了就有可能被抓起来 不如咱们借此机会 举兵造反算了 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只好呢 继续装病 静观形势的发展 彭越在要不要造反 这个问题上 犹豫不绝食 忙于镇压陈希叛乱的刘邦 却没有工夫搭理他 但刘邦却在心里 给彭越系上了一笔 而且自己倚重的大臣陈希 竟然反叛自立为王 这件事情深深的刺痛了 刘邦 让原本已经放缓了 削翻脚步的他 再次没有了安全感 那么接下来 刘邦是不是要对彭越动手了呢 汉十一年的夏天 有人状告彭越谋反 而且事情的经过呢 就和韩信呢 如出一辙 说是彭越呢 打算杀货罪的下属官员 这个人呢 就一路逃到了京城 告发彭越谋反 这下有借口了 另外呢 这个时候啊 陈希的叛乱呢 也基本上平息了 刘邦呢 也腾出精力来 他就仍然采用骗捕的办法 表面上啊 派史杰到梁国 等这个彭越出营的时候 混在史杰队伍里的武士呢 就突然实实抓捕 彭越就这样 被压到了洛阳 有关部门查实罪证 上奏刘邦 依法处置 这个刘邦呢 法外刊 赦免了彭越的罪行 把他贬为属人 流放到四川青衣一带 就是四川省的保兴县 本来这个事呢 到这就完了 彭越你再冤 毕竟还捡了一条命啊 那比韩信一三足不知好到哪去 可是啊 也活该他倒霉 这流放的路上 他在郑县啊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陕西华县呢 碰上了郑要去洛阳的吕后 这彭越呢 就像落水狗遇见了救命稻草啊 他把吕后真当亲人了 对着他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呀 再三表明他没有罪啊 被冤枉了 请吕后呢 在皇帝面前求求情 别让他去四川了 就让他回老家昌义吧 当时这个吕后啊 倒是答应的挺痛快 让彭越呢 就跟着自己又返回洛阳 可是吕后见了刘邦 不但没有为他求情 反而建议刘邦是斩草除根 借机杀了他 刘邦呢 毕竟还有一些狭义情境 他对功臣呢 下不了狠手啊 再说呢 他学藩的目的是要地啊 而不是要命 因此上 他才放了彭越一条生路 可是吕后就不同了 我们前面讲过 他考虑的是刘邦身后 他的儿子坐江山的问题啊 我们想啊 吕后也许会这样想 老头你这会儿大发慈悲 放虎归山呢 将来我们孤儿寡母的 怎么对付啊 因此上 吕后就像收拾韩信一样 为了以绝后患 他是一定要杀了彭越的 可是 彭越的这个事 刘邦已经处理过了呀 如果再重新定罪 这不是表明皇帝处理错了吗 封建社会 他讲究的是 人主无过举啊 这皇帝怎么会错呢 这个事啊 好办 就交给制造冤假错案的 行家礼手吕后来操办 这吕后啊 他又指使彭越的舍人 状告他是二次谋反 这也太可笑了 彭越这个时候已经是个罪人了 他甚至连当年的 怀银猴韩信的处境都不如 他拿什么造反啊 而且呢 又是舍人举报 这也太没有想象力了吧 可是啊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可以借此机会 彻底解决掉彭越 就这样 彭越也像韩信一样 栽到了吕后的手里 他最终啊 被移三租 之后呢 又被处以租海之刑 这个租海之刑呢 是古代的一种酷刑 简单的说啊 就是把人剁成肉酱 传说啊 这个酷刑呢 起源于上古时代 两个最大的暴君 夏捷和商咒 据说夏代的大臣 关龙旁和商代的贵族啊 梅伯分别都被夏捷和商咒 施以租海之刑 我们从史料来看 租海作为官方刑罚之一 明确出现在律令里边 是在西汉 汉书刑罚制就说 当三族者 皆先情 义 斩左右指 吃杀之 削其手 租其骨肉于事 这意思就说啊 罪当灭三族者 罪犯本人呢 先要在脸上刺刺 然后呢 割鼻子 砍脚 再用竹杖呢 打死 最后割下脑袋悬挂起来 在大厅广众之下 再剁成肉酱 这种刑罚可是够残忍的 汉书还记载说 彭越 韩信之书 接受刺猪 就说啊 彭越 韩信都受了这样的刑罚呀 这韩信的情况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可是史记 却是明确记载了 汉诸梁王 彭越 海之 被誉为汉初三大名将之一的梁王彭越 就这样以悲剧落幕 他的惨死难免令人唏嘘 彭越究竟有没有谋反 刘邦和吕后心知肚明 从铲除异性诸侯王的视角来看 也许彭越之死是必然 但是刘邦和吕后 为什么在彭越死后都没放过他 还要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啊 刘邦这样做是为了杀鸡给侯看 汉书就记载 说汉诸梁王彭越 乘其海以便赐诸侯 刘邦下令将彭越尸体制成的肉酱呢 赐给了所有的诸侯 有的学者就研究认为 说是海刑呢 并不是仅仅将罪犯剁为肉酱 他的惩罚意义啊 主要在于最终要吃掉这个肉酱 当时东汉的学者郑璇呢 也认为 说是海之者 事与单食以不重 海刑的目的啊 就是要把肉酱吃下去 以震慑众人 这真是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为什么吃人这种野蛮恐怖的行为 会跟严厉的惩罚联系起来 这事啊 我们推测应该与古人的灵魂观念有关 古代的时候认为啊 说吃掉仇敌的这个肉体啊 就能征服他的灵魂 也能起到最充分最严厉的报复 惩罚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 刘邦才将彭越的尸体制成肉酱 分刺其他猪口 我们推测啊 当时可能还会要求猪皇将肉酱吃下去 以表示对刘邦的忠心 彭越死了之后呢 这梁国就空出来了 刘邦呢 就立即封自己的儿子刘徽为梁王 还顺带啊 立另一个儿子刘友为淮阳王 据学者考证啊 这淮阳国的都城呢 在陈县 也就是咱们现在河南的淮阳县 这样一来啊 关中东出 通过中央直属的这个郡县 就与刘氏子弟所控制的淮阳国 梁国楚国联起来了 刘氏宗持的势力是进一步加强了 现在的异性诸侯国 就只剩下南方的淮南国 长沙国 以及北方的燕国了 那么刘邦下一步 又将如何处置他们 特别是这个淮南王英部 当时就有韩信 彭月 英部 三人同工一体的说法 你说这其他两个人 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童年惨死 更何况 刘邦还将彭月的肉酱送来 让英部吃下去 那么英部 又会是个什么反应呢 我们下次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栏目 符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韩信 彭月 先后出事 让英部觉得 刘邦削帆的下一个目标 就轮到自己了 为什么说英部 与韩信 彭月 功劳相当 英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让刘邦对他 放不下心来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永莹 下期节目中 为您解读 第十七集 淮南王英部被警告